好 各位好 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撰写那个学习历程字数 或者是在整理你最后的一些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各个大学校系他们最近所公布的指引 随着学测放榜啊 各个大学呢 各个校系 它陆陆续续都公布了最新的一些指引 上次我说过啊 这些指引呢 就是大学教授他们接下来在 审查资料跟面试的时候最希望看到考生能够针对这些的重点去回应他们 他们想要知道这些答案 所以呢 聪明的你 你应该就是要去看这些指引 对着他来回答那些问题 这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一个准备方式 那这一集呢 我们来带各位看两个大学的一个指引 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些指引到底出来写些什么 好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清大的 通常讲各个大学啊 他在他的首页上面都会有招生专区 好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他全部的各个系的连结都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来看一下好 电机资讯学院的学识班 各位可以看到他前面呢是他的审查资料项目的说明 这个在校系分则里面都有说明 他也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他的选材理念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他这边 审查资料项目包含修课记录 课程学理成果 还有多研表现 以及呢 学习历程次数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修课记录这边呢 他的审查重点是 学习内涵跟申请学习的相关性 或者是跟学习相关的重点领域表现 那他这边有举例啊 就是说他综合评量英文数学跟自然等科目选修 以及他的成绩表现 还有呢 他想要看的是在校的整体表现 学业总成绩 比方说校排 班牌 他也重视着你的学习表现的过程跟反思 那这个部分当然在修课记录 你修了哪些课跟这些课的成绩是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一般来讲应该是在课程学习成果里面去呈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多元表现的部分 他怎么说呢 他的审查重点包含校内表现 具体试证 还有他重视参与的历程跟反思 他说不鼓励基点 纸笔量更重要 好 那在他执意里面他说多元表现呢 可以包含了社团 竞赛 以校内表现 优先考量 所以他不鼓励你往校外去收集这些点数 再来他提出呢 丰富的自我学习及涉略各方尝试的证明文件 例如说像实习体验小论文作品 专题等等他们呢是多元参采 并且重视参与的历程跟反思 而不是说你拿了一个最后的结果出来 他们不要只看结果 他们想要看历程 好 再来呢 学习历程字数部分 各位都比较陌生 不知道要怎么写的哈 他们希望能够具体说明跟他们这个系有连结的人事物 或者有一些契机 为什么你会想要来选填这个系 那再来说明你的个人特质 为什么你觉得你适合就读这个系 这个题目啊 在面试的时候 他应该也会根据你所写的东西来问你 还有人生中遇到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或挑战 以及如何解决 其他跟指导人相关的活动证明 各位这四个题目啊 基本上你一定要在你的学习历程字数里面 好好的去对应它 好 这个是我们举清大的这个 便机资讯学院学生班 跟各位做的例子 好 那刚刚举的是清大 他当然其他的系 各位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根据你的需求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心大学的 一样这边有一个招生连结 底下有一个招生资讯网 好 清大这边我都会建议他 应该要把这个 现在大家考生想要看的东西 稍微把它往前放一点 不要挖那么深 一直要往下走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的 相关照证资讯 好 这一点 大学申请入学各学系 书面审查重点 及准备指引的连结网址 终于找到了 就在这个地方 他也是把索尔系绘整在这张表里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法律系好了 来 我们直接来往下看他的那个准备指引会比较有帮助 好 他这边比方说像休克记录的地方 他说他要看这个历年的成绩单跟学习的整体表现 他重视国语文英语文数学公民与社会的修课成绩表现 还有呢重视跟本系领域相关的 好 科目跟课程表现 但是不强调数量 好 那这里呢还有他希望看到你为什么要选修这些课程的动机跟理由 那这个当然在成绩表里面是不可能呈现的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学习历程字数里面去具体说明 那在课程学习成果方面呢 他要看书面报告 实作作品 还有社会领域探究活动的成果 他并不是说全部都要 他可能建议你可以成业这些 好 那他在课程学习成果上面的准备指引呢 他重视跟他本系领域相关的科目 但是不强调数量 还有呢 他也希望你在这个课程学习成果这边呢 也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修这一门课的动机跟理由 以及你的心得 还有高中在学时期呢 语文跟社会领域的课程书面报告 实作作品 社会领域探究活动的成果 再次强调 希望能够看到学习动机过程 你的贡献成果跟心得 多元表现的部分呢 各位你们就自己看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学习历程字数的部分 那在反思的部分呢 他希望你能够说明你的学习历程跟未来就读法律系的关联性 那你的动机呢 希望你能够说明对于法律系的课程的学习兴趣跟申请的动机 说明你自身适合这个系的一个理由 比方说你可以说明你的人格特质 你的兴趣强强能力为什么适合 这些问题呢 也就是你在学习历程字数里面呢 你可以根据这边的说明去对应 去描述 好那今天呢 我就带各位了 以这个清大跟新大这两个学校 我们随便挑一个系来跟各位做解说 不管你要申请的是什么系 接下来会陆陆续续在他们的学校的网站 或者这个系的网站公布这些的指引 建议各位一定要上去看 然后要对准他所描述的指引 他的提问去回答这些问题 好那这一集我们就跟各位谈到这边 下次见